有的時候他們真的會拿 上司這件事情來搪塞你 就是有一次是 就是之前 就是打麻將被抓到碰的 那個男朋友 我們有一天 就是好不容易有情人節 要可以一起過 因為我們很少見面 然後就是他已經餐廳都訂好了 我都已經在化妝 我想說難得可以去吃一餐情人餐 他可能訂六點半 然後差不多六點的時候 他打給我 他就說他老闆要帶他同事 要帶他們的就是一些同事去他家 所以呢就沒有辦法 他要招待那個老闆跟同事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情人節 然後我就相信了 我就說 好那你忙公事 然後我還打電話去餐廳跟餐廳說 不好意思今天沒有辦法去 因為我想說要取消要跟人家講 然後結果後來呢 是我又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 你有碰嗎 沒有就是 就是因為我們已經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然後他有一些打球的朋友是跟我很好 就是有一個男生打給我說 你男朋友等一下跟我們去打球 你會過去嗎 你如果會過去的話 我把一個東西給你 你帶回家好了 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發現就是說 他根本就是 可能兄弟約他去打籃球 但是他不好意思跟我講 所以呢他就說 我老闆要去他家 老闆有籃球場啊 可能老闆 老闆去打籃球吧 對啊 還要掰 你們還要掰 老闆也可以打籃球啊 老闆靈機一動 想說我要去打籃球的嗎 沒筆試 我跟你講 每次就是死在這些爛卡上面 沒事幹嘛打電話 豬一般的隊友 這是豬 這些人我們都很愛 其實講說實話 對你們來說真的很困難 對啊 我覺得你們都很怕 因為說實話都會被質疑 所以我們就會想要講 你們想要聽的話 你們有沒有想過 是因為你前面說了20次的謊話 所以你說一次實話 我們會不相信 可是你們就太容易生氣了 太容易說 對 讓我們不會這麼痛苦 說謊話很痛苦 我覺得有的時候 是你們想太多 因為我們想要知道實情 只是想要安排好事情 對 對 就例如說 如果你們今天真的晚回來 我們也可以去約我們 對啊 你們也不用忙著要回來 就你們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對 真的 其實真的沒有那麼重要 就這樣呢 那我們就說我們一天不回來 可以啊 七天不回來 我們也是會找巴士找你 第七天還是要回來啦 對啊 有多遠可以去多遠 因為你知道有的時候 真的是你們殺了一個大謊 或是你們自以為這個謊言 可以就是順水推舟的 到另外一邊去 就可以瞞天過海了 但其實我們要只是好安排事情 像打籃 打棒球或是運動 我覺得都是很OK的 你有的時候想要去打棒球 你就去打 Ben就是一個 他會擔心他講了 他會先想很多 我覺得男生都會先 預設立場 對 他們都會覺得說 我講了 你一定會不答應 所以我要因為 我要講這件事情 我要先圓一大個故事 來說服我可以去 他就說 我明天要去比賽 但是我其實 我覺得 你可以先想一下 看時間 因為今天 其實女生聽到這個 就知道他要幹嘛了 對 然後他都會說 一邊在想 明天真的棒 棒次 去的人真的很少 那如果我可以去的話 其實前面幾個前輩可以少跑幾圈 他們可以不用那麼累 然後我就說 是喔 而且他說 而且明天是個公益賽 做公益的 其實你可以想一想 你看時間好不好安排 不然你先去問一下 保姆可以被幫忙 不行的話你再跟我說 我再跟他們講 但我不知道這樣子 打不打得成 就到底在忙什麼 對 然後他 你這樣子聽他那麼多的叹氣 然後跟那麼多的 這麼多的公益 然後這麼多的 前輩要跑很多次 你就覺得 好吧 那我讓你去好了 結果我去了之後 才發現 他的其他的朋友 因為我覺得 這些朋友真的不能錯失 因為如果錯失的話 你會發現真相很難還原 他們就會在你的 打卡的時候就會點到杯嘛 就會說 今天都沒打到 因為來得太多人了 事情 真相大了一個白 其實你去不去 真的無所謂 對啊 為什麼你們就不直接講就好了 就直接講就好了 你就說我要去打棒球 我很想去打 然後可以被麻煩什麼壞事 因為你們好愛把一件 很正常的事情搞得很神祕 然後我們就覺得 為什麼你要搞這個 所以你看你不是 因為我們都有曾經過 有講過實話 但是不是很好的經驗 而導致那個局 破壞了心情 而讓大家所有朋友們 所有朋友 完完全全因為你 而沒有的心情 沒錯 不然我們看一下 第二一個是什麼 梁又群說 你沒有變胖 你真的很瘦啊 這件衣服你穿真好看 這就是你每天在對Stacy講的話 不是嗎 人家是真的好看 所以你真的很瘦 那不如看看路人 還有什麼想說的 男生只要說 你沒有很胖你很瘦 可是出去外面看的女生 幾乎都是比 另外一半還要瘦 女生在穿一件洋裝 然後他就很敷衍說 好看好看好看 因為他寫在說 我說不好看 你就要再去多換幾件 所以他覺得 你因為說好看 就可以趕快買買就走了 男生朋友可能就是會 很敷衍的回答 或者是想說 為了要安慰你 然後就說 沒有 你沒有變胖啊 然後就是很瘦啊 然後你就覺得 很想分他白眼 通常拿兩件衣服給男生看 他們一定會說 這件很好 那你再換另外一件 他們也說那件也很好 就女生可能問你穿什麼 但他已經買了 然後你一定要跟他講說 你穿的是好看 因為你不可能在面前說 你這樣很胖啊什麼的 本來就是這樣啊 他們講的哪裡錯了 沒有錯 就像你每次 我們都想要早點錄影 所以你每次穿出來問 我們都說很帥很帥 就OK 然後就可以趕快讓你進棚錄影 就OK了 對啊 這有什麼問題 因為男生對女生的審美觀 跟女生看自己真的不一樣 你說衣服的話 衣服穿起來會不會胖 真的不會胖 真的 你問我好不好看 三個人 我說真的三個人穿起來 我真的不知道誰好看 誰不好看 因為我們男生 就像我們問你們球鞋 你覺得好不好看 你們也沒有感覺啊 對啊 到底是一樣的啊 那講衣服這件事情OK 那我問你 一個人留什麼樣的髮型 應該會有適合的吧 像我之前就是一隻剪短髮 我一隻剪短髮 越剪越短 有一次我老公帶我 一起去一家髮廊 然後他幫我們兩個剪 把他 他把我這邊整個撈掉 然後他就說 變橫樹髮石了 我要不是大肚子 就是旁邊都撈 整個 馬丁這樣旁邊都撈掉 對 整個撈掉 整個撈平 天啊 他原本是拿剪刀修 後來他就拿剃刀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講完他就說 夫妻頭太好看了 我就看背 然後背就說 很有型男很好看 我就說 老公我要不要試著 留長頭髮會好看一些些 而且可能會比較有女生的感覺 他就說不會 你 很好看 很少女生留短頭髮 可以比長頭髮好看 其實是真的 你好看 你長怎麼樣都好看 如果我跟杜莉這樣 你也會覺得我好看嗎 是不是也會想解話你 好帥 又不一樣好看 然後我有 郭彥均真的很強耶 郭彥均怎麼這樣回事 講出來 我完全不知道你這種人 不然日子怎麼過 對啊 像我小時候 我媽媽還沒開始剪頭髮的時候 我也剪一個很不好看的頭髮 被同學笑 我也覺得很傷心 就跟現在一樣嗎 他今天 你覺得他這髮型好看呢 好 繼續 然後 好 我之前有一個女朋友 她也是剪短頭髮 她拿了一個 我忘了是誰 她說 桂倫美還是誰的頭髮 一個照片 說我要剪這種短髮 你剪桂倫美了 沒有 女朋友 然後 我說好 你可以試試看 然後她就去弄 結果她找一個很爛的一個 一個髮型師 那她長得 剪得真的好像一個香菇 Open講 對不對 然後她就問我說 Baby你有沒有覺得很好看 我說 It's beautiful Yeah 其實她的表情好承諺喔 不是 要用英文 不是要出來的那種臉 要用英文 因為如果你用中文 對 對 她習慣中文 她就感覺出了那個 那個謊話 語氣 你講中文看看好嗎 對 很好看 你看會破音耶 不行啦 不行 對 所以一定要講英文 不然真的會傷人啊 因為我之前拍戲的時候 就是 那個收入比較溫定一點的嘛 然後就是開始累積一筆錢 然後老婆就突然就是說 該不會去整形一下 一聽到這個整形 就想說應該會花不少錢吧 應該還滿多的 我這麼辛苦賺的這個錢 不行嗎 我就跟他說 老婆不知道嗎 你就是一個藝術品 藝術品呢 就是要 天啊 翻越久 就越值錢 你說你老婆是藝術品 就 你白癡啊 藝術品 沒有 因為這要怎麼 那不然要 那不然要怎麼 如果去亂辯啊什麼 那就不值錢啊 對 請問一下 他說藝術品 問題出在哪了 其實你不能說 你老婆說你愛整形 你不能說她是藝術品啊 那我要怎麼說 還是說她是個花瓶 沒有 喂 沒有 我愛的是原來的你 你不需要整形的 你為什麼要整形呢 對啊 你乾脆跟他講說你就是個骨灰潭好了 你花瓶 不需要了 他講得很好啊 不要去 女人說她要整形 她就是要弄你啦 她沒有真的要整啦 她是要弄你的 對 不要去講 因為你怎麼講我們都會去弄啊 對啊 是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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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こ 就 我